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关键的冲刺阶段 两位总统候选人继续紧锣密鼓的走访摇摆州 希望在距离选举日不到10天的时间里最后冲刺 鼓励更多选民出来投票 美国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密歇根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 高人期的前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 星期六也到密歇根州 数度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利站台 当天前总统特朗普也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造势 抢攻不满拜登政府停以色列立场的选民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剩下一个多星期时间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利 到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拉票 获得高人气的前第一夫人米歇尔站台 在这些时 贺锦利痛批对手特朗普 日益精神错乱 寻求不受限制的权利 因为在这些九十年里 特朗普在这些几年里 特朗普已成为更疼独 更不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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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最初 最初 有些人可以控制他 但认识 他们不是他这个时候 然后几个月前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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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说 他将军事前 军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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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军事前 军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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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2016或2020 军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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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想想 军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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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锦丽前一天到访的周修斯顿时 才获得美国乐团天后 毕昂斯站台 现在就连多年来 一直很少出席竞选活动的米歇尔 也来为贺锦丽站台 米歇尔批评特朗普关注个人利益 贺锦丽更关注女性权益 如果让反对堕胎的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 将对女性健康带来可怕后果 又指贺锦丽已经做好准备 呼吁选民投票给她 同一天 特朗普也在密歇根州拉票 她在集会上再次对贺锦丽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 并指责她是个傻瓜 不能当总统 甚至会毁了美国 Kamala Harris is an incompetent person who in all fairness got no votes Sleepy Joe Biden had 14 million votes then he went to sleep We had a debate You didn't do well in the debate That's all right And he went down And they went to him and they said you're out They took over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I don't even use the word coup It was a coup But basically they took over the presidency They told him to get the hell out Crazy Nancy Pelosi The group Schumer The whole group And then they talked about Democracy Oh democracy She got no votes He got 14 million All of a sudden I'm running against her 虽然特朗普一直强调她的支持率领先贺锦丽 但是根据The Hill DGJN-HQ最新的民调统计 特朗普和贺锦丽的支持率非常接近 贺锦丽在全国范围内以48.6%比47.8% 领先特朗普0.8个百分点 贺锦丽的支持率非常接近